这就是经文 碑叶 碑叶 树就是白色的圣洁 白色的圣洁是树 所传就是上头书写文字 所流传的三藏教典 这是嘛 因为我们现在来讲大藏经 这些的经典 而介华一向为什么呢 那时候介华 那一向就外移 外在的威仪像中显现出替法穿驾啥 这是属于圣洞 那就是替法穿驾啥 佛的的圣洞 那外在的威仪就是替法穿驾啥呢 这是圣洞 这包含了 三名三名也都是啊 这五种都是的 是一体者 如常所认 一体三宝 如平常经文当中所说的 唯一的心体 唯一的教者心性之体 唯一就昏成三种相种 所谓的体相用 体相用就是三种来讲的 那么我们平常所说的呢 所以因为心体来说 使节的智慧就是佛保 觉者佛也就是佛导 首觉的那个本节的灵体 但属于法宝 属于法宝 那么使本不二 使觉的本节啊 合一 但属于生宝 好 本节灵体是体啊 使觉是属于相 那么 使本不二 是属于佛 就是 法宝 佛额 解脱 好 就是这些道理 好 一文神一下 如内阪所 内阪监刚刚说 三宝同行 一体三宝 是同一个星星 好 同一个星星 好 好 好 我们呢 时间到 先讲到这边 好 请得下 晚上 未来日 好 回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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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